你相信抗农碱真的存在吗 在重庆与贵州交界的偏僻乡村里 就有这样一处规模庞大的古墓 古墓前方立有两根高耸入云的滑表 与抗农碱高度相似 墓主人究竟是谁 跟着我的镜头带领大家实地一探究竟 距离江家古墓还有多远 130公里跟上跟上 好的好的 就在那里就在那里 在我身后是一个典型的汉竹古墓 可以看出来这是气势恢弘 并且建有非常少有的双滑表的古墓 我们现在就来近距离了欣赏一下 看看墓主人的身份是谁 能配得上如此规模的古墓 这根九米高的滑表是不是像截了敌人节的抗农碱 这是有两根的左右各一根 哇 看那里 那里有个凤子恩近寺 哇 这至少是个近寺 我推特在这个后面一定有它的职位 哇 再看这个 利寿修纸囊 利寿修纸囊这是个什么职位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 可以在评论区我们讨论一下 厉害了 这规模 看这个牌坊的牌头上面 有那个回形纹的浮雕 非常的精美 这边依然是三副石雕 这边有木桶 搞着一个滑盖 然后这个应该是墓主人 骑着一匹高头大马 在这个阁楼上面看美女 这边是在江中抚琴 应该是看风景 旁边也是有一些他的朋友 看到没有 这里还有书简 这边就很好理解了 这边是和他的同事 金戈铁马 征战沙场 这上面还有帅棋 这个牌坊上面 有很多文字介绍 我就不一一解读了 从这个浮雕就可以看出 这个进入了这个牧主人 一生当中的辉煌时刻 以及家世显赫 反正就是在当地 不得了 不得了 我们这时候就来看他的 祖墓底结构 这边已经被封起来了 这个应该就是正碑 好像是 祖墓式的门被打开过 看到没有 这里还有 这后来用石头修缠过了 应该是被破坏过 哇塞 这边有很大一幅木之民 我们看一下 是什么朝代了吧 这是典型的楷书 非常漂亮的楷书 我来看一下 从这个文字记载 历寿修子郎恩敬氏 将功心寒大人 既恩德配五里辱人墓 这是一个夫妻合葬墓 再看这边 这是采用的历书 百岁同归 居并骨 就是说两个人都是高寿 然后走了之后 是两夫妻 藏在这里了 这里细节啊 看到没有 这里还有印章 这个字我就不太认识了 它应该是小赞 祖杯头上面 刻有麒麟瑞兽 然后有四个大字 归珍返璞 有一次返璞归珍的意思 这个就是字面意思 在这里 有一个细节 这里应该是挂的一盏长明灯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守木人了 所以这里没有灯盏 这个杯头上面有很多藤蔓缠住了 看不出来它当年的 恢弘气势了 中间这个是祖杯 旁边的是耳杯 耳杯的外面有文字记载的 已经被破坏了 这上面写着 幽间真净 归真返璞 得言容公 这个应该是说的旧社会 对女性必须有的一些品质 之内的赞赏话语 这边终于是找到了建造时期 大清光绪五年 岁 四 吉 某 梦 东 上 汉 光绪五年 1880年 这个不到二百年 这座古墓的结构 大概分为四部分 这上面是风土堆 以及祖墓寺 这前面有牌坊 这两根直直的是滑表 下面的这个红薯地 就是拜台 我分析 这里是采用金砖铺设的 但是现在只能看到 周围的 侵蚀围墙了 这个墓的朝向是采用的植物像 再看这墓前面的两根滑表 是像极的那个敌人节的两根抗农碱 扎在地里面 这个说明 墓主人的一生是金鸽铁马 是比较上舞的 这样一种人生旅逆 咱们来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像极了抗农碱的滑表 这个顶部有一个方形石斗 据说在以前这个石斗的四个角 有几个纯金的这个风铃 是随风飘扬 但是后来呢 可能没有了守墓人被盗了 这根滑表 它是采用了这个49公分建方的这样一根 方形石柱 高约9米 是直插云霄 再看这根滑表的顶部 它是有一个莲花图案的 表顶 这应该是平民百姓能够采用的最高规格的石雕了 只有皇室中心才可以采用这个已经盛开的莲花石雕 可见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不简单 快来快来 你看那里 我的天哪 这里有个耳饰 据我推测这个耳饰可以直通主墓室 咱们近距离了欣赏一下 这里很多卡子 这个卡子 它会粘到衣服上面 果然我猜的没错 这里就是有一个木道 但是 这个被破坏过 现在用水泥砖给它封上了 实际上这种古墓 在墓主人 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建造了 最后在墓主人过世之后 它的那个棺木以及尸身 就会通过这个耳饰运到祖墓室 它的祖墓碑 是建造这座古墓的时候 就是一体形成的 采用了绳帽结构 它是不方便打开的 但是这种耳饰呢 一般是采用了活门 它是可以开关的 所以这里应该是它进出 这个古墓的唯一通道 咱们现在看起来 已经是破坏了 完全看不出来当时的行迹了 应该是左右对开门 这样一开 然后关上的时候 在下面有个栓子 这样关过来 它那个栓子就会这样卡上来 我分析是这样 但是现在被水泥砖挡住了 看不出来当年的行迹了 哇 看那里有个虎头 看到没有 飞车里 栩栩如生 两颗大板牙 我们看一下 哇塞 特别的雄伟啊 哇塞 能用这种 虎头雕塑的古墓 是非常的手艰的 这个必须皇帝 登次之后 才会做这种规模的古墓 咱们再看这个主墓室 这个墓室的顶呢 是有16块金星雕琢的青石 采用准毛结构 一体成型 组成了这个 主墓室的圆形穹顶 在这个穹顶的下面 有非常精湛的 古石匠雕刻记忆 全部采用了石坊木的这样一个 雕刻技术 这边雕刻的有青砖白瓦 看起来是栩栩如生 也正硬核的那个 似死如是生的这样一个说法 比如说墓主人在当时 肯定是有非常漂亮的房子 他的主墓室呢 也一定要建造成他生前的样子 因为石头是可以保存很久很久的 这个在1000年以后 他也是这样一个状态 墓主人还是非常的讲究 家境非常的殷实 今天真的是不虚此情了 那么这座江家古墓呢 就已经拍摄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真的是继续恢弘 难得一见了 我们要把它好好地保护起来 直拍视频不搞破坏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下期视频再见